同仁 尚吴好 尚吴好 我看今天我们昨天很辛苦 我看了 因为昨天最后一个发言的 因为我来了几个人来找我 后面离开了一下 昨天大家很辛苦 今天的精神状态我看很好 我们给自己来一次掌声 好吗 这个我们第十七期 经典教师骨盖教师培训班 我每一次开会讲了一个概念 我们经典骨盖教师 骨盖教师是什么 是起支撑作用的 起带头作用的 起领导作用的 主干骨盖支撑的 所以我们完成了 参加这一次培训的 都是作为全国 河海内外 经典教育 中华学通文化教育 推广的带头人 去领导人 去支撑作用的 所以我们大家 所以学习很辛苦 我们温主席讲了一个概念 辛苦才有幸福 辛苦就有幸福 不辛苦就没幸福 是吧 我们大家学习 原来我们这个课证应该 安排是一个礼拜的 后面大家就讲很忙 所以我们压缩在三天 实际在三天 明天要去考察 是吧 所以真正要违训 这只是一个开头 等一下我就马上给大家讲大学了 是吧 你看学一部大学 我们原则上要 听完三个月 是吧 论语听完要一年 你起码学一年能语 你再去讲能语 是吧 最低一年 我们能语讲两年 是吧 别讲别做 那就有效 所以我们大家呢 只是来把基本的原理 基本的要求 大家来研讨 大家来研讨 我们在座的很多搞经典教育 已经很有经验了 所以我们叫做研讨 研修 是吧 研修 大家交流 我们这些老师呢 叫做抛追隐喻 你们喻还在 不做在下面 是吧 我们只是隐喻 我们十七期 古干教师 我们讲的一个干颜 叫做黄埔 经典黄埔军校 我们是黄埔 十七期的学员 是吧 大家为我们黄埔 十七期的学员 所以我们温主席 由着黄埔 十七期学员的名誉班杂 我们张部长是 十七期的巴掌 林老师是 我们十七期的学习委员 还有我们的生活委员 刘校长 我们今天还要学布 一个文语委员 要补学一个文语委员 因为 九号晚上要进行 年华晚会啊 这个节目要排得 要非常有水平 要文语委员来切头 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活动搞好 十七期 这个班杂是终生的班杂 不退休的 不美智的 好啊 好 下面我就继续向大家汇报 我前面的一个第一讲 经典教育的一个师资的一个基本掌握的六讲 今天呢我讲五讲 留着后面一讲是留到最后一天下午 再和大家讲 就是大家提出来的经典教育啊 制度经典 这么和品德行为规范结合起来 我们昨天我们校长 山西的校长啊 老校长提得很好 我们这十几年来 既研究经典怎么读 怎么教 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 也重点的研究 经典教育于学生的行为习惯 我们提出一个概念 叫高尚人格 怎样没样 学生的十大高尚人格 这是我研究的课题 我认为学校重点现在抓两项 除了国家规定的课程以外 抓五大经典 抓十大行为习惯训练 抓十大高尚人格 塑造 所以十大行为习惯 我十大高尚人格 我留到最后下午 最后一天下午再向大家报告 下面我就接到昨天的讲的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 经典教育的理论依据 我们去推广啊 你要想各位教育局长 校长家长社会的人说 我们搞这个经典教育 人家问你 你是不是瞎搞的啊 小朋友读这些东西 可不可以读啊 读了有什么好处啊 什么坏处啊 好处我讲了 家长他认为有很多坏处 他说我们都不能读 小朋友能够读吗 谁还说小朋友能够读啊 我们在座的好多园长 说啊 你怎么说服家长 说服社会上的 不懂经典教育的人 我就给你找了理论根据 我是专门研究教育的 华众师大 最美研究这个 我当师范校长 最美研究小学教育 我的决业就是学这个东西 最美学教育学心理学 我教了18年心理学 教育学 学校管理 那么有没有理论一句啊 有全世界 全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 讲的读经典 完全可以 并且读了好得不得了 你看他们研究的成果 第一个是著名而读心理学家 朱智协 万是学教育的 特别学学学学教育 学幼儿教育的 学小学教育的 如果不知道朱智协 对于这个老师不及格 连朱智协是何其人也都不知道 肯定没学心理学 没学儿童心理学 没学儿童教育学 朱智协 北师大的 著名的博士老师 我们刚解放的 中国第一位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 我们读大学 读研究生课程 就是学他的 儿童心理学就是他的 他就是代表中国儿童心理学的权威 国家领导人对他 尽重的不得了 全世界公共